一根木棒插在水中 露出水面的部分的长度是整根木棒的三分之一 如果露出水面的部分长90公分 请问整根木棒长几公分 在做这些题目 我们都要先分清楚谁是基准量 谁是比较量 我们说比较量是基准量的比值倍 题目告诉我们 露出水面的部分长度是整根木棒的三分之一倍 所以我可以知道整根木棒是基准量 而露出水面的部分长度是比较量 知道基准量和比较量 我就可以开始画图了 整根木棒虽然我不知道它多长 但我知道它是基准量 我可以把它当作是1 露出水面的部分是比较量 它是整根木棒的三分之一 所以它比较短 下面呈现它的比值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一根木棒的三分之一是90公分 写成数学是一根木棒我不知道多长 我用问号来表示 它得三分之一 也就是我把它乘以三分之一 会等于90公分 那我怎么样求出倍乘数 我是不是就拿90除以三分之一 也就是我要拿90乘以三分之一的导数 90乘以三 整根木棒的长度就是270公分 这根木棒的长度就是370公分的三分之一 是470公分的三分之一 是470公分的三分之一